他身体不好 我爸听到医生给他说 做手术 他给我妈说 如果我上了手术台 那我就有可能下不来了 那我再做手术前 再去 再去 再去找找我们儿子 我爸到他养家 他养父就给我爸说 就在05年春节的时候 我弟弟就出去打工了 我爸当时就说 他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 可能以后 就再见不着我弟弟 他都给他养父 回下了 我爸 给拐走他孩子的人 跪下了 就说我爸 得说 心里面多痛啊 不管我爸怎么做 他养父母始终都没有 都没有松口 后来我爸在那儿 待了几天 身体熬不住了 就回家了 回来以后 我爸就做了手术 坚持终了 坚持了多长时间 吐血 都吐了大概 半个月左右 不行了 我把林去世子 我就问他 我什么想说的 我爸爸他 他只要说 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弟弟 他就给我妈妈说 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他找回来 你们后来去找弟弟了吗 就过了大概几个月时间 我爸爸 请着我两个哥哥 一起开车 去找我弟弟了 找到了吗 没有 没看到 从那以后 你们再和弟弟没联系上 没有联系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找 我×8 请不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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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